五十一区又又又出现神秘飞机了 最近一张据说是在美国内华达州马夫湖空军基地 也就是五十一区附近拍摄的照片在网上流传 当然五十一区一直都是美国秘密的飞行基地 附近有飞机很正常 问题是这架飞机的样子很奇怪 硬要说的话 级别跟B2差不多 有一种外星科技的感觉 问题来了 该机型号到底是什么 是原型机还是技术验证机 或者说是批图批出来的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这事 五十一区的神秘飞机很多 像什么冷战时期的UR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纯实验性的星际迷航飞船 还有A12 SR71 F117等等 都是五十一区的代名词 所以这架神秘飞机 可能是美军六代机 NGAD的一架技术验证机 甚至是原型机 但从外星来看 这架神秘飞机头部尖锐细长 主翼在前方 而且是一身融合体 X型垂尾和副齐 还有圆弧形的机身前边条 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架飞机的机动性不错 特别是特殊的边条 带来的边条窝 可以为主翼增生 强调机动性 那么这架神秘飞机 很可能是美国空军研发的 一款战斗机 或者是验证机 早在2021年的时候 就有消息说 NGAD正在制造一些验证机 甚至说 NGAD可能会成为美国空军的一个新白系列 美国之间的白系列 F100一直到F106 属于是成熟型号 F107到F109则是试验型号 目的就是研究喷气式飞机战斗机 创造了不少第一 像什么第一架超音速战斗机 第一架两倍音速的战机 第一架被设想作为武器系统的飞机等等 虽然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这些战机的性能也就一般 但不能否认的是 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 白系列飞机 确实为美国开辟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而按照目前的消息 NGAD也会走这条路 也就是新白系列 或者说数字化百系列 不再消耗大量的时间等待技术成熟 研制一架精致的战机 而是集成在这几年内 可以得到的任何新型技术 从而研制最好的战机 简单来说 就是美空军售出少量飞机合同 然后让战斗机制造商竞争 从而提高战斗机设计水平 以及新技术 也就是洋骨 等新技术多了之后 再集成一下 六代机NGAD就成了 甚至说 用3D建模工具 模拟战机从设计生产到维护的流程 从而确定这个方案是否可行 可行就建造技术验证机 之后整合技术批量生产 如果不行 那就只能停留在数字工程的范畴上 从NGAD项目的进展来看 51区出现这架神秘战机 很有可能是NGAD的一个构型 当然 六代机NGAD只是其中一个可能 也有人认为 这是NASA的X590验机 在美军的航空器编号 以X开头的 基本上都是技术验证和测试飞行器 比如用于超音速飞行可行性的X1 还有X32和X35两兄弟 最后发展成为了五代机F35 最近几年 美国航空航天工业 还推出了从X58到X62这几款试验飞行器 没别的目的 只是验证想法是否可行 虽说大多以失败告终 但为美国堆积了大量的技术 凭借着X系列试验机 美国先后创造了多项人类飞行史上的记录 比如第一次突破音障 第一次飞行到3万米 6万米 9万米的高空 第一次使用合成金属制造飞行器主结构 第一次突破4马赫 5马赫和6马赫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会是世界公认的航空航天第一 也正是因为技术多 现在的X系列试验飞行器已经不再是追求更高更快 而是开始玩花活 像什么跨大气层飞行器 太空营救系统 无人隐形武器投送平台等等才是重点 比如近些年的X58到X62 而其中玩的最花 最特殊的飞机就是X59 由洛马和NASA联合搞的安静超音速测试技术 主要试飞内容就是测试新的飞机气动构型 降低飞机在超音速飞行时的噪音 也就是音爆 当飞机超音速飞行时 飞机发出声音的密度波 就没办法跑在飞机前面 所以就全部叠加在机身后方 形成了圆锥形状的音锥 当这种爆震波传道时 我们听见的其实就是累积起来的声音 在听觉上就是一声巨响 但是从其影响范围来看 飞机航线两侧40公里范围内的下方的人 都能听到音爆 如果把音爆复杂点来讲 就是飞机超音速飞行时会产生激波 各位可以想象成水波 不同的是 激波在向外传播时 会汇集在机头和机尾 而这两道激波反映到人的耳朵里 就是雷鸣般的巨响 这种响声就被称为音爆 当然这里火力军省略了很多细节 就不过多赘述了 但是最终的结果就是 激波造成音爆 想要降低音爆 就要减少激波 这个问题 美国在1970年代的时候 就有了解决办法 对机身进行调整 利用机身各部位产生的激波 在向外的差异 又使它们互相抵消 使其传递到地面的激波强度减少 所以X59最大的特点就是机身细长 机体总长度29米 头部采用了独特的长压嘴设计 这点跟51区上空的神秘战机有点像 只是X59没有独特的X型锤尾和副齐 而且从本质上来说 X59只是一个民用项目 没有双发设计 从目前已有的图片来说 X59用的单锤尾布局 动力只有一台通用电器提供的F414G1-100 但从神秘战机的图片来看 在外形上跟X59完全不同 当然不排除 这是与X59项目并行的神秘项目 比如战机超音速静音飞行 只是就现有的技术水平 这显然有点不现实 有个很明显的一点 战机的噪音对飞行员没什么影响 飞行员头盔一带 谁也不爱 降噪效果极好 连原本发动机的噪音都会消失 所以静音技术对于飞行员没用 唯一用到它的地方 或许就是隐身 现在隐身技术的发展 完全跟不上反隐身的速度 未来出现一种根据战机 超音速飞行产生的激波 来判断战机的位置 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就当前的发展来看 战机想用上静音超音速飞行 不太可能 最简单的问题就是气动布局 战机的机动动作比客机花得多 战机在突破音障时 会导致流经机翼和机身表面的气流紊乱 机体产生剧烈抖动 战机操作性变差 飞行员操作稍有不慎 就可以当场退役或者领抚恤金了 为了让战机安全突破音障 各国科研机构想了不少办法 通过调整战机的气动布局 将气动中心后移 增强战机的纵向稳定性 研制新型涡轮喷气发动机 降低含道比 进一步提升战机动力 改用后略翼翼型 减小战机超音速飞行师的阻力等 而静音超音速飞行 主要讲究减少对战机没啥影响的音爆 所以在气动布局上 二者完全不一样 看着X59跟针尖一样的机头 火力军都感觉没戏 而且气动布局改变 隐身性能也会随之改变 为了追求更全面的隐身 放弃现在已经经过试烟的外形 这不是捡了芝麻丢西瓜吗 没什么必要 除了六代机NJD X59 五十一区的这架神秘飞机 还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P图P出来的 甚至是用C机 甚至目前很火的AI绘图做出来的 专门用来骗人的 当然说它是假照片 理由也很充分 首先从外形上看 这架飞机就是个缝合怪 机体下表面看不到进气口 如果这架战机强调的是机动性 那进气道就不可能再上表面 否则大营角飞行的时候 火力军就可以考虑 要不要去飞行员家里吃席了 还有这架飞机的X型尾翼和副齐的设计 不排除会对起落架形成干涉 造成飞机着陆和离地角受限 总之 无论是气动外形还是射击 这架飞机都有点离谱 其次各位看看这架飞机肚子上的东西 起落架而且还是张开的那种 飞机的起落架释放高度是有一定限制的 这个高度放着起落架就好像告诉大家 我不是专业的 除了这两点 还有机翼下的那两团东西 说实话 火力军看不出来那是什么 长得既不像吊舱也不像附油箱 看起来就像两个大号的电动体虚刀在天上飞一样 再说了 一架技术原型机哪需要什么吊舱 按照达索公司的说法 高性能的飞机一定是一架漂亮的飞机 但这架神秘飞机给火力军感觉 就是有点不对劲 不像正统的飞机 跟一只在天上飞的大破愣鹅子一样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总的来说 这个所谓的不明飞行物 40%的可能是美国搞出来的某款验证机 只是因为拍摄问题看起来有些丑 有60%的可能是一个审美不怎么样的人特意搞出来的假图 说实话 关于51区神秘飞机的事情很多 但大多都是有头无尾 2022年的时候 还有媒体报道 有一架三角翼飞机停在51区北部的停机坪上 飞机在一个未封闭的骨架状结构中 该结构本身是一个模块化的临时飞机掩体 其顶部的覆盖物未安装 在美国军事基地中 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都非常常见 但后来也没下文了 而且51区从本质上来说就跟谎言有关 目前关于51区有个很官方的说法 以UFO演示美军正在研发的战机 美国最开始设立51区 只是用来实验和开发美国最先进的飞机 其核心智能是推动美国军事科技迅速发展 这种保密事项自然是不能告诉大众 所以几十年来 这个机构没有出现在任何公共地图上 想进入51区只能是美国军方或者情报机构高层的邀请 只是在测试U2的时候 被当地居民看到了 还以为是UFO 于是51区的名气就传开了 而美国又不能承认说那是飞机 可以飞到两万米的高空监视苏联 就只能很模糊地回答 模棱两可 所以就有传言说 51区是俘虏外星人 以及研究外星飞行器的地方 当然对于美国而言 这是个很好的借口 当时的美国经常在51区上 测试各种七星怪状的飞机 直到2013年 美国在一份解密文件曝光之后 承认了51区的存在 但是报告中有很多地方被涂黑 没有与外星人相关的信息 所以51区这个话题本身就带有一定的噱头 有人利用这个原因特意做一张假图 也不是不可能 而且从这架神秘飞机的 气动外星以及结构来看 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假图的可能性很大 当然 如果说美国没点外星科技 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 就B2那个奇特的外星 很没说服力好吧 各位觉得呢 陈智队